啊 切到手了 怎麼辦 拿出生理食鹽水 把紗布禁食後清洗傷口 再用無菌布料覆蓋 包紮完就要趕快就醫 你是不是噎到我去 腳 讓他這樣子頂住他 然後呢 記得我們拳頭 拳引的地方呢 在他肚子上面的地方 然後兩隻手握拳往上 啪 啪 現場教學如何做急救 每年九月第二個禮拜六 是世界急救日 今年以居家意外事故為主題 呼籲全民學急救好重要 交往局目前在推第三人CPR 現場的人會這個CPR 他可以馬上針對這個患者 來做一個搶救 他的存活率是最高的 我們都說馬路如虎口 事實上家裡是最容易發生 意外事故的地方 救護車來到你家 其實是需要一段時間的 好 那即時搶救這個生命的環境時間 就是四到六分鐘 測試進程 搶救生命 疫苗不能等 家中防範措施要做好 除了可以裝設火災警報器 也要學會使用滅火器 在浴室跌倒 第一步試打119 接著趕緊包紮 如果家中沒有三角巾 也能用領巾或領帶來替代 居家要思維 學會急救 您也能搶救生命 東三財經新聞 林祈鈺 黃福祥 台北報導 黎小高爾夫 林祈鈺